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参加亚洲知识管理协会所举办的晚会 我是张艺云 我仅代表协会隆重宣布 今届荣誉月事 他们就是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金吾教授 和前香港大学校长王耕吾教授 本会会长廖香坤博士 特与2008年12月1日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 亲自颁授荣誉证书给王耕吾教授 并做了访问专题 现在请我们一起观看 去年策略的影响 集团给王耕吾教授 原本该奖务这jedinHAMI 该白是一切都被据 和 drawings工技大学 推荐一切都被据 这一切都会据 因为既然这些都不据 这种全球方式 对 都是历史历史 你从历史学家来讲 你对权力化的definition是什么样的? 看这个有大有小的词 小的词就是 你能够全世界的各个主要的城市 国家经济市场 都能够有联络的话 也可以说已经有全球化这种现象 不过过去的那种全球化呢 规模很小 影响的单位也比较少一些 那么后来这一百年来 不停的在科技方面进化 进步的那么快 不停的进步那么快 现在是可以说是到处都直接的影响 而且来的很快 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而且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那个definition就是 但是它现在是无孔不如的这种全球化 对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你现在都可以 可以 你要知道什么东西 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找 对 这个是难度 对 所以说讲知识来讲 知识现在是真正是全球化 对 其他还不敢说 这是全球化 你这个英特线是什么 所以谁看不了 只要有个computer就行了 现在computer也普遍了 真的普遍 当然还有一些发展国家还比较少一些 中国这个发展之快 不得了 我每次到中国大陆去看他们这个computer 所以这个 中国多数个年轻人都会用 对对对 而且这个 这么一来的话 你中国说要控制知识 控制不了 大家就知道了 对对 所以这种 这个全球化呢 它的这个影响是远 这是深的 不可想象的 对 将来怎么样 不会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对对 我们其实谈全球化有些人认为 有些人认为 有些人认为是好像 以前罗马年代 罗马的时期 它不是向外发展吗 对不对 那也可以说 也可以说是全球化 小规模 小规模 对 以前我们这个蒙古 古华这个 蒙古呢 也许 这个 元朝 对不对 我们中国元朝 元朝以前了 更早了 对对对 他们也是 胡贝勒的时候 以前的胡贝勒的时候 也是一个 曾经思汗的时候 思汗的时候也是一个 他们论文也是一个全球化 对不对 还是小规模 还是小规模 对对对对 影响还是有限的 对对对 那现在是 你认为是不是 现在是美国一个主导 美国化的全球化吗 不敢说 这是一种科技化的全球化 谁能控制科技的发展 就控制全球化 对对对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对对对对 现在是美国最强 它科技的发展呢 任何国家都比不了 而且很难赶上 不容易 不过主要的不是美国不美国的问题 而是你谁控制科技化的所有的一些的这个 发明啊 科技发展啊 新的这个 新的这个 这个 这个工程上的这种 这种 这种这个 新的这个做法 你能够 你能够这个 把握着这些 嗯 你就能够控制很多很多 所以现在就是 美国控制一切 差不多一切 因为它工作 但这个不是个国家 不是个国家的问题 嗯 他这个国家的政策 把所有全世界的人才 他们基本上 全部想尽办法 集中在美国 对对对 就是他的这个策略是如此 对对对 这个策略很成功 很成功 对对 这个大概是差不多五六十年的这个策略 以前他不是如此的 以前他还是蛮限制的 嗯 他是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开始 他是全部笼络了 所有的人才集中在美国 你只要有本事 他就想办法 所以这一点也很开明 同时也有他的这个 侧流的这个背景在后头 想着相当的 相当的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这种全球化是特殊的 从前哪里如此 像蒙古人 他根本是杀人的 他都不倒过人才 他是杀了不了多少人才 美国是相反 人才才利用 尽量利用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宗教 从都不管 这样你是人才 这是相当的 当然很难做 他也有 他都遇到一些困难 不过 基本上这个路线是对的 你要真正是要全球化的话 就靠这一点 全球的知识 就集中在他 对 对 而且全球化是对这个其他的这个好像是文化了对不对 宗教了对不对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影响 那是不是这个冲突是其中的原因呢 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全球化是基本上是科技的全球化 对对对对对 对文化来讲呢 还有许多很阻碍 还是做不到的 对 文化的全球化还没有做得到 是 还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做得到 对对对 到最后文化的这个全球化怎么样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发展的路线呢 这个这个区道呢 我还还不太清楚 嗯 这不容易 不容易的 文化的这有文化有文化之间的这一个隔阂 嗯嗯 嗯 还是相当难跨越的 嗯 科技是因为它基本上是universo 嗯对对 你什么人都可以学 对对对对 而且跟与文化没有多大关系 对对对对 你这个是一种技术上的问题 对对对 而且思想上思维跟科技技术可以利用 对对 科技是一种工具 你利用这种工具 你利用这种工具 你可以达到各种不同的这个目标 嗯对对 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学 对对 文化呢 当然它有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 对对对 它这个基础 有时候 距离相当的远 拉不 拉不 拉不近 嗯 现在也拉近了一点呢 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对 所以文化的全球化呢 我想这个还要还要 还要慢慢的 对对对 这个不完全靠科技 对对对对 不完全靠科技 所以现在他们叫做软实力 嗯 软实力的概念 当然实力 当然还是实力的 嘿嘿嘿 但是它是软实力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完全靠科技 靠这个武器 这一方面去发展去 你的思想方面 你这个思想的价值 嗯 对对对 你的思想道理 这个道理是不是真正有道理 你真正有道理的话 人家也会接受 对对对 但这一点呢 就比较难这个去 去这个权衡 对对对对 也很 也很 你就是科技怎么样好 也管不了 管不了 所以文化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这些老的老的文明 不管是印度 中国也好 这些老文明 比如阿拉伯国家也好 回教国家也好 他们有他们的文化的这个基础 对对 这些基础呢 有好有坏 不过它这个基础 它是不能够随便去牵动的 它都有它的 它有它的这个 发展的这个动力 对对对 那么这些 也要很小心的去注意 对对对 这点美国就是忽略了 对对对 它现在遇到许多困难的理由之一呢 就是因为它对人家 别人的文化 不够尊敬 对对对对 所以它失去了人家对它的信心 大家很很重视它的这个科技发展 对对